哈囉大家好,我是加里敦 今天我們要來玩的是羅爾 這是一把祭祖的鑽石場 也就是各位如果之前是S牌的玩家 結算完之後就會掉到鑽石 今天我們玩的是羅爾 出裝奧義以及魔紋我們會放在下方說明欄 有興趣的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今天我們著重於這個觀念的部分 因為我發現有許多鑽石場的玩家 很多時候都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事 像這一波我們先搶二 所以配合我們的隊友來入紅 對方緋淚前期是很強勢的 但是我們這個羅爾加戰尼爾也是不虛喔 這邊戰尼爾順利拿到紅之後 我果斷摳車退喔 因為呢對方打野已經來了 拿到紅賺了優勢之後呢就趕快走 千萬不要再把優勢送回去 中兵已經會合那我們就先來清中兵 清完中兵現在中路兵還沒到 我們就可以看一下了 是要等下一波兵還是跑先幫忙 這邊呢我看到上面打起來了 我果斷放棄中兵的這個先手權來支援一下 支援呢不一定要擊殺人喔 我們可以把對方血量壓低 也是一波很好的支援 中兵呢我們也不用害怕喔 這一波打野去幫我們清中兵 代表我們打野這個觀念是可以的喔 有幫我們清中兵 魔龍要復活了喔 我先幫隊友打一下 這邊可以看到喔 我們還沒四等喔 所以中兵到了 我果斷先來清一下中兵 確保我們能上四等打下一波的團戰 結果兵都還沒清就四等了 隊友這邊也是順利拿掉了魔龍 對方則是拿一個凱撒做交換 看到下面隊友被欺負啦 被二打一人 我們果斷走下來幫忙 這波我發了進攻燈號喔 因為我們四等人是可以打的 如果對方敢上前的話 絕對是一套滑到底 羅兒算是中路法師裡面 比較偏向大後期的一個角色 越後期越強 前面還是以發育為主 但是並不是說他就只能發育清兵 沒辦法支援隊友 我們還是可以做到一般中路需要做到的事情 我們稍微消耗一下對方 我們手上目前是有大有清醒的喔 是不用害怕對方的 所以我們來入紅 亂一下對方的造影 我們戰尼也跳得不錯 他跳大喔 讓這波對方造影更不敢打 直接後撤了 我們這樣又成功做到一波事情喔 把對方的紅給入了 還帶走對方的打野 清完中線之後呢 看到下路有在碰撞喔 果斷下來幫忙 這裡再發起進攻燈號 通知一下隊友 因為我們大刀神馬上要好 結果果不其然 對方曖昧力踹得上來 那我們就直接一套配合隊友把他帶走 帶走之後稍微消耗一下這個輔助 小地圖看到我們的莫托斯去幫我們補中線喔 所以我們繼續在下路吃一波線 千萬這時候不要傻傻的回到中路 回到中路也是逛街阿 因為兵線隊友也清掉了 肯定是要幫隊友清一下這個下血 我們這邊沒魔了果斷直接回家 灰身出來之後到中間隊友打起來了 果斷開大爆 對面如果後撤的話 我們就看時機拉掉喔 不用硬要抓他打得太深喔 反而會讓自己陷入烈士的情況 剛剛前面把對方的飛淚打殘血回家了喔 所以導致我們可以錄這個紅 錄完紅之後我們先回來清自己的中兵 清完中兵之後看到下面被二打一喔 我們這波勢必要去下面做一個支援 我們這波勢必要去下面做一個支援 我們抓著時機往前開滑喔 對面這個艾蜜莉不知道怎麼想的阿 他是絕對不可能打贏我們這個角色的 畢竟如果打戰士阿 打坦克阿都是非常好打 我們這波本來要回家的喔 結果看到隊友打得很激烈喔 我往上踩一下 看到對方有藍 對面嘗試偷一下藍喔 被對方趙瑜看到了喔 也沒關係喔 因為我們的隊友靠過來了 而對方的中輔是還在中路的喔 這波算是一個二打二喔 我們應該是能贏的 因為我是一隻蘿兒 擊殺艾蜜莉之後呢 我們稍微消耗一下趙瑜就可以走了 因為我們是沒有拿到藍buff 是沒魔的喔 看到中線要交接了 我們趕快來清這波中線 千萬中線呢就回家囉 因為我們已經沒有魔量 沒辦法再繼續作戰 復活出來之後呢 對方想壓中卡 我們清一下兵 看到菁往前滾 我想說是一個機會喔 二技能大絕一技能 結果清醒跟凝霜都在手上 結果還是死了 只能說我還太菜了 這一波復活出來之後呢 看到對方緊壓得很深喔 果斷的往前滑 把他帶走 配合隊友手一下中塔 我們大絕又好是可以打的喔 這邊看到拉茲位置 直接大絕往前卡住他 按鈴霜奪下傷害 接著再二技能繼續滑 他竟然在塔下這個很奇怪的位置回家 給機會啦 接著艾蜜莉進場 大絕又好囉 繼續接著滑喔 哇這邊這個二技能不知道怎麼回事 我明明是往右的阿 結果他竟然往左邊噴 不過呢還是有擊殺到 這邊我們隊友四人集結 所以是可以壓這個中塔 壓掉中塔之後呢 我上前想留人喔 結果把自己搞到一個很深的位置 最後一個二技能往右下滑喔 因為他們的井是往左上滾喔 如果剛剛我是往左邊滾的話 會吃到那一槍 非常有可能死掉喔 接著我本來想回家 結果戰尼有跳我大絕 我只好又出來幫忙打一下 目前我們是一個半血的狀況喔 所以呢我們就清兵就好 清完兵之後看到對方有這隻小野怪喔 嘗試偷一下 如果偷不成功也沒關係喔 這邊對方藍BUFF要深囉 跟隊友來錄一下這個藍 如果非常缺魔喔 看到隊友打起來 我們也先不要急喔 先把這個藍拿掉 拿掉之後來幫隊友回報這個曖昧靈 這邊二技能往前滑 有清醒喔 完全不用怕 戰尼也衝進去喔 配合他打一下喔 我們還能起舞喔 再把這個飛淚 帶走 我發現最近打鑽石場啊 大家操作其實都還是可以的 只是很多時候呢 就是這個觀念的問題 常常隊友都搞不清楚自己 到底這個時候該做什麼事情 要不要支援或是繼續清線 就會導致呢 隊友在做事的時候 卻少人了 沒辦法打 這邊這個艾蜜莉迷路了是不是 我們沒血就回家喔 果斷一點 接著復活出來之後 配合隊友來壓一下這個高地 我們目前是有凝霜的喔 所以基本上是不用怕被一套鳥 中路兵被帶走了 我們就來錄一下對方頭 然後清上兵 壓高地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 要把兵線帶進去 如果你們只有一路的兵線 進去對方的高地塔 通常是很難壓掉他的 因為對方也是會清兵的 不會傻傻讓你推他 接著我們帶完上路兵線之後呢 我們就果斷進來 配合隊友 打最後一波團戰 最後也是配合隊友 成功推掉主堡 如果各位還有想看我 講解什麼角色 或是哪個路線的觀念的話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再放開 再放開 再放進去 我有一些人 很喜歡 按摩